有移動長城支撐的姚明 高掛球衣之後當起了球隊大老闆 這次他球隊一起到台灣 參加海峽杯籃球邀請賽 還談到了好小子林書豪 上海東方籃球記錄的董事長姚明 移動長城姚明又來到台灣了 這是他的身份不是球員 而是CBA球隊上海東方大鯊魚的董事長 雖然略顯福態 但是他幽默的個性一點也沒有褪色 被問到好小子最近的表現 他不願意多談只好說 他跟我講他不來參加海峽杯 姚明這回是率領上海大鯊魚 來台灣參加海峽杯兩岸籃球邀請賽 正中被稱為姚明接班人的張兆旭 更希望自己真的能打出身價 打職業聯賽的第三個賽季 我覺得從經驗方面技術 甚至包括身體方面 還在球場上還有很多要提升的地方 差距還很大 雖然不願意多談林舒豪 姚明還是不斷被逼問 期許好小子保持健康帶給大家快樂 到目前為止他走的是一條大家都沒有走過的路 所以我不敢說我有什麼建議給他 但是我們都希望他保持健康可以保持發揮 為我們帶來更多的快樂 雖然姚明已經說了林舒豪確定不會打海峽杯 不過他也保證球賽一定精彩好看 UDN TV 吳嘉佑 金子祥 台北報導 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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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